不會長癌喔 你不要有這個錯覺 我們產科的教科書 就有一個章節 就是懷孕、病發所有的癌症 其實什麼癌症都會有 卵超愛也會遇到 我們之前有一個病人 也是有點離奇 她是40幾歲 當然我記得她是46、47歲的女性 她其實自己是個護理人員 然後也是好像在牙科診所上班 然後她那時候來的時候 她的主宿就是覺得 好像常常都宿便堆積 然後排便不順 那當然是因為一個 比較嚴重的痔瘡來找我 那她平常是因為 因為她覺得她宿便都堆積著 所以她就為了能夠 讓身材看起來比較好看 就穿那個調整型的內衣 還是束縛 她一直都穿著 所以說內診的時候 我們也是覺得 她痔瘡很大 所以我們安排了手術要幫她開 結果在手術當天 她終於把她那個束縛放開了 我們再嚇一跳說 哇 你這個人的瘦瘦 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大的肚子 然後她就一直很堅持說 她這裡面是宿便 我說不對 你這看起來 很像是我們以前看過 有些婦產人科的病人 看到裡面好像長什麼東西一樣 然後本來想要取消她這個痔瘡的手術 因為覺得這個才是重點吧 因為這個裡面的腫瘤 也可能會讓她的負壓增加 所以重點的源頭應該是這個 而不是痔瘡 可是病人那個時候 都已經做好所有的術前準備了 所以還是有把她的痔瘡開完了以後 讓她去婦產人科 繼續做這個瘤的追蹤這樣 後來這個腫瘤 好像是一個雞胎瘤 就是一個婦產人科比較特別的瘤 但是我對這個瘤的了解 沒有那麼多 可能可以請保仁醫師再做補充 那我們另外一個是 有六七十歲的男性 那樣阿伯通常肚子都大大的 那他也是常常大便都不順 那他就覺得說 他好像也做過腸鏡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覺得說 自己肚子大是什麼問題就胖 可是怎麼覺得 肚大速度這麼快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看到這個病人的時候 我那時候懷孕是六個月左右 我發現這個病人 肚子長大的速度 比我胎也長大的速度還要快 然後到時候我生產完 中間這段時間 他大概就開了兩次 就是他肚子裡面的腫瘤 大得非常非常快 進展非常非常快 它是一個肌質 腹部裡面的一個肌質瘤 那個東西其實還蠻惡性的 然後進展也很快 然後會讓肚子裡面塞滿 都是腫瘤 我補充一下 中醫師講的這個肌胎瘤 肌胎瘤是一個有趣的一個腫瘤 大家如果看怪於琴博士 現在叫黑捷克 裡面那個小配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你在懷孕的時候 你本來應該卵巢 某一些東西應該分化成 我們叫外胚層 外胚層不知道哪些 頭髮 皮膚 脂肪 骨頭 角膜 這些都屬於外胚層 它跑錯的地方跑到你的卵巢裡面去 隨著年齡增生 它有時候會分化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 絕大部分是一個良性的腫瘤 但是一發現雞胎瘤 我們通常的建議就是要開刀 開刀把腫瘤的部分清除掉就好 卵巢不用整個開掉 我們雞胎瘤成分很好玩 我們以前開過教科書有一個 可以長出整腹下顎骨 我們 因為剛才講它裡面的成分可以分化成骨頭 所以可以長出整個下顎骨在裡面 所以為什麼小沛那個故事是有的 因為它裡面包含腦的成分皮毛都可以拼湊起來 開進去最常見都是頭髮脂肪還有一些腦的成分 其實小腹大部分大家小腹長起來就是胖 大部分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怎麼去區別 其實請你注意的是 你如果真的是胖的話 你那個小腹應該是軟的吧 如果你真的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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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你才要怕說是什麼東西 對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個案例 我們男生比較硬 那就很難 還是要照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個五十幾歲的 五十幾歲的那個婦人 他被她家人帶來就是說 他是帶去看新人代謝科 因為他說他媽媽最近肚子就越來越大 然後冰奄奄的 他就覺得說他是不是 假裝腺功能低下 所以他就說他去看新人代謝科 他覺得他代謝有問題 就新代謝科就幫他抽假裝腺的抽沒事 可是現在跟醫師也蠻有Sense的 他們問問說 所以他怎麼肚子硬邦邦 不對 就轉到我們一般外科 我就覺得真的很硬 我就給他切那個電腦斷層 就一切 肚子裡面好多好多顆 像那個果實一樣有沒有 他的腹膜上面七八十顆 然後肚子裡面都是腹水 所以他為什麼會怕小腹會脹起來 是因為裡面一大堆腫瘤 分泌那個水分 然後所以他肚子變得硬邦邦 完全超硬的 後來我們一看 我們強烈懷疑他是胃癌 造成那個胃癌 外移轉移出去 整個腹膜裡面都是 結果後來他病人是做化療 當然也是後來是很不幸 因為他實在發現了太晚了 所以你一定要區分說 到底是哪一種的 其實像我們之前有遇過 就是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別的病人介紹來 然後他是調痛經的 然後他就說他每次來 月經來的時候都很痛 然後我記得他一來的時候 是人很瘦 然後很黑 就是整個氣色看起來很不對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幫他看了之後 然後就說那你這個痛經 我就幫你針灸好了 然後針灸的話他就一躺下來 然後肚子就露出來了 然後我就說 就不對 因為我們要摸肚子這邊的穴道 一摸 不對 就像剛剛嘉醫師講的 那個長瘤的肚子 摸起來是硬的 跟我們一般肚子 那個脂肪摸起來還有 因為我們底下是很硬 對 他是我們下面腸子 這樣摸下去是這樣 有一點好像彈性那樣 如果有素便 有時候會摸到有一顆一顆 比較瘦的人 可以摸到有素便一顆一顆 可是那種瘤 摸下去就是 好像摸到一個硬的東西 然後而且他肚子就還蠻大的 然後我就說 你這個不對 你要去婦產科去照一下超音波 那我就問他說 你都沒有覺得什麼奇怪嗎 他就說 因為我就覺得下腹 可能就是排便不順 或者說就是偶爾會便秘 然後肚子可能大概就是變胖 然後後來他就真的 再去婦產科檢查 之後他隔一次就說 他的一個肌瘤 大概已經有八九公分 就比較大這樣子 那之前也是有一個就是患者 那他就是大概五十幾歲的公務人員 他從年輕就很瘦 他是屬於吃不胖的體質 可是他就是有小腹 那他就會覺得說 就是他的小腹應該是因為 就是長期的便秘造成的 所以他從年輕開始就是會自己去 吃蟹藥啊 然後用一些晚腸啊 然後每次 對還蠻多人就喜歡自己用一些晚腸 其實我們是非常的不建議 那他每次用完之後就覺得 哇小腹又平坦了 覺得很開心這樣 但是其實長期下 他的腸道功能都是差的 那因為他很瘦嘛 所以他不太忌口 可是後來這半年來 他會來看的時候 他覺得他這半年來啊 他發現說 他肚子就是常常都脹脹的 那他摸起來就不是像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硬硬的 他就覺得摸起來都是像骨一樣 就脹氣 就是很脹氣 那甚至最近比較嚴重的是 他一吃東西就會噁心想吐 那那時候他來的時候 我們幫他造一個X光 就發現說 他的X光下面看起來 確實他的小腹 他的腸氣很多 腸子裡面的糞便也很多 可是很明顯的 在某一段腸子後面是塌掉的 那這種在X光上面 我們就會比較擔心是 可能是有一個什麼東西塞在那裡 後來就讓他去做大腸癌 進去沒有多久 在乙狀結腸的地方 就看到一個五公分的腫瘤 所以他就是大腸癌 一般覺得有時候為了愛追求美 忽略身體健康 甚至於說 沒有到很 很病痛到不行才去看 真的 想要認識那些 都是先顧家裡啦 顧上顧下 對 我還是強調多愛自己一點 如果哪裡不輸 趕快及早找醫生 才能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季節 黃澄澄的柳丁 剛好是十階 那柳丁呢 大家都會想到 它的維他命C含量很高 那大家知道 這樣一個拳頭大小的柳丁 大概就有兩公克的膳食纖維 對於我們的腸味道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纖維來源 那柳丁呢 其實它具有療癒效果 為什麼 因為柳丁 它的這個柑橘類的皮 那它這個皮在精油裡頭 它其實是具有這個振奮人心 讓人心情快樂的一個 非常好的精油來源 所以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其實吃個柳丁 聞一下它的皮 刮一下它的油 這個精油出來 也會讓我們的心情變好喔 痔瘡讓人坐立難安 上個廁所像是打仗一樣 其實痔瘡是肛門部的血管 老化松弛的結果 有點類似肛門這個地方血管的靜脈曲張 所以預防也剩餘治療 平常要多多喝水 多吃蔬果 多運動 而且馬桶千萬不要坐太久 平均坐在馬桶上多10分鐘 就增加70%的痔瘡發生機會 另外 可以配合規律的呼吸 做提肛 和放鬆的肛門健康操 都能夠對預防痔瘡有很大的幫助